曾多次精准 预测台湾选举结果的选举之神 日本政治学者小丽媛心信 再次对台湾政坛情势做出预测 小丽媛认为 卷入彼岸的柯文哲 很可能在年底前被起诉 不过就算光环尽失 但他的政治能量上有留存 未来将会以还我清白 作为力拼付出在其的口号 主席卷入弊岸挑战执政党 声势后的阿兰白河 民众党巴西进入立法院 小丽媛认为也没有发挥 选民期待的关键少数 清大人社院主任姚仁多也指出 民众党只靠着柯文哲的个人特色崛起 未来的路无疑陷入困境 小丽媛坦言以海外学者的观点 完全看不出台湾第三势力做了什么 至于上任四个月的赖政府 小丽媛评论赖清的领导方式 比较强势但整体情况稳定 小丽媛接受清华大学邀请 今年九月起在清大人社院开课 将更进一步观察台湾政局发展 谢谢你 先掌声让我们从报道 立刻下载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停摆下载进行 这样 继续